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妹杨吉 我们买点肉 我们赶集快结束的时候 发现有人在唱山歌 我们去看看吧 今天在这里赶集收获真的好大 我们看到了阳系花灯 还看到了很多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的主意品 还听到有人唱山歌 真的是很多地方都看不到的东西 在这个集市上我们都遇到了 而且肉也好便宜 从这里进去 我们是听到这里有声音 他们应该搞得有喇叭在唱歌 这个是农村的老人们 自发组织的唱山歌 他们每一次赶集的时候 这些老人们都会过来 这些老人们实体线 那确实一个很定价 那一件都是很故事 他们是临时唱的 歌词都是随时响的 歌词都是随时响的 我心想唱歌们就唱歌 在这里和思思多有歌 由于我们的水平 若我唱后从他们不见过来 唱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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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对山歌 唱好 这些老人呢 噓心 是热聲 从完了 候儿在乎你 我来我同情 我从小为你学他美 我世界国而残不和来 谁打那死败不拉筷 本地的特色 这种唱山歌 已经延续很多年了 他们是在对歌 一个男生一个女的 他们在对歌 歌词都是现场发挥的 临时发挥的 没有事先准备歌词 就是想到什么唱什么 每年感激都会有 这些老人们过来 这是他们的 平时的娱乐项目 娱乐活动 这个唱山歌 只有在我们这种 湖南湘西的农村 才能够看到的 而且是湘西 湘西自治州这里才有 你像我们在 我们在张阿介市 其他的区县 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在关平啊 宁家西啊 那边的农村 就没有这样的唱山歌 这个唱山歌是 土家族延续下来的一些 少数民族的风俗 比如说以前这里山比较多嘛 有男生看中了哪家的姑娘 然后他会在山头上 对着那个姑娘唱山歌 唱情歌 如果那个姑娘 也中意那个男子的话 女的就可以把山歌 跟这个男的对起来 两个人就在山头对山歌 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们情同意合 如果那个男生唱山歌的时候 女生不喜欢他 女生就不会给他对山歌 那么的话就那个男生也知道 那个女生对他没有意思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男女生谈恋爱 没有这样的风俗了 因此呢 这种唱山歌的文化也延续下来 这里的老人们 平时没事了 在家无聊的时候 就会来农村集市上 唱唱山歌 对对山歌 我们已经出来了 这里感激真的好好玩啊 好有意思啊 比在其他地方感激有意思多了 刚才我姐夫说 这里的感激 他们一直可以到下午的 上午只是一个形式 人还不算多的 一直会延续到下午 下午人可能会更多会更热闹 这里感激真的好好玩啊 好玩好玩